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对主流媒体的强烈批判 他指责媒体将拜登描绘成爱因斯坦 并试图将卡玛拉·哈里斯塑造成林肯在世 范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表达了对媒体的不信任 并强烈反对假新闻媒体垃圾辩论 他还与CNN主播布里安娜·基拉尔就军事资历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宾夕法尼亚州新肯新顿的小镇广场上人潮如之 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范斯 站在集会的讲台上眼神中充满了激情 在周四的这场集会中 他再次发表了他对主流媒体的严厉批评 矛头直指他心目中的两个主要目标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我真的无法理解美国媒体对卡玛拉·哈里斯的虚假报道 这不是最疯狂的事情吗 范斯语气加重声音在广场上回响吸引了更多人驻足聆听 我们必须记住过去三年半 民主党领导人全国各地都在说一些话 而美国媒体会的支持他们 拜登总统过去三年半 他一直像以前一样敏锐 像真一样尖锐 还记得吗 范斯语风一转 话题转到了副总统哈里斯身上 他扬起眉毛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美国媒体过去三年半的行为 就像这个人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现在他们会着告诉我们 卡玛拉·哈里斯是林肯在世 我们不买账 我们不相信 范斯的言论无疑是在现场点燃了一场演变的火花 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自从被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位竞选搭档以来 对主流新闻媒体表示深深的不信任 这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 在他看来 美国媒体似乎有一个宏大的阴谋 一个试图通过过度美化民主党领袖来操纵公众认知的阴谋 在周三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 范斯再次强调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他表示 他希望能够与他的副总统竞选对手的蒂姆沃尔兹进行多次辩论 但必须区分真实辩论和 假新闻媒体垃圾辩论 我绝不会参加那种没有观众的假辩论 那种没有设置好参数 以便我们进行良好思想交流的辩论 范斯坚定地说 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参加假新闻媒体垃圾辩论 我们会进行真正的辩论 如果CBS同意 那么我们肯定会参加 范斯的这番话 无疑是针对他与CNN的布里安娜 基拉尔之间的公开争执 这位CNN主播 在节目中质疑了范斯的军事资历 称他是一名公共事务专家 而非真正的战地记者 因为我们有 正如你介绍他的那样 作为战地记者 这是范斯的头衔 基拉尔对他的CNN同事达纳 巴士说 但当你深入挖掘时 他是一名公共事务专家 一个没有陷过战斗的人 这肯定会让战地记者这个头衔 给你一个不同的印象 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个完美的传讯者 这番话激怒了范斯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回应道 布里安娜 这太恶心了 你和你的整个网络 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当我接到去伊拉克的电话时 我去了 蒂姆 沃尔兹说 他在战争中带着枪 他有吗 没有 这场争执最终以基拉尔的部分道歉告终 在一段独白中 他承认的范斯 在伊拉克光荣服役 似乎试图平息这场风波 然而 这场争议也凸显了范斯 与主流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范斯看来 这种紧张关系并非无中生有 他认为 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民主党政客 进行过度美化 忽略了事实真相 从而使公众对政治现实 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他的这一观点 在共和党支持者中得到了广泛认同 成为他竞选活动的一大核心 范斯的故事 其实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 更是美国政治现状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媒体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 正如范斯所言 这种力量 有时也可能被滥用 从而影响了公众对事实的判断 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 范斯呼吁现场的支持者们 保持警惕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必须质疑 媒体给我们的每一个故事 我们必须寻求真相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领导人 真正做出明智的选择 范斯的话语 在空气中回荡 似乎在每个人的心中 种下了一颗质疑的种子 这场集会结束后 范斯与支持者们互动 拍照 握手 分享他们的共同信念 尽管他对媒体的不信任仍然存在 但他相信 只要人们能够保持清醒和质疑的态度 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而他将继续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媒体如何刻画我们的政治人物 首先 范斯参议员说主流媒体将拜登总统描绘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拜登总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客 他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这与爱因斯坦的智商可能有点落差 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和成就 至于卡玛拉哈里斯副总统 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 亚裔和非裔副总统 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把他比作林肯这样的伟大领袖 或许有些过于夸张 但他确实是个值得增进和关注的政治人物 楚天说 你可真能说得出花来 媒体把拜登描绘成爱因斯坦 这简直是笑话中的笑话 拜登总统在公开场合的失言频频 难道还需要我列出一长串的例子吗 而卡玛拉哈里斯 这位副总统在政治上的成就更是寥寥无几 却要被媒体捧成林肯在世 这简直是侮辱了林肯 拜登和哈里斯的日常工作表现 和他们的决策能力 与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和领袖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些说法指 不过是媒体在为民主党包装而已 实在太搞笑了 谢琪琪 你说得有趣 但我想提醒你一些事实 拜登总统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美国救援计划 这个计划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帮助了数百万美国人 这是爱因斯坦式的智慧吗 也许不是 但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成就 而卡玛拉哈里斯 他在担任加州检察长时 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司法改革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领导才能和改革决心 难道不值得称道吗 楚天书 你这是在替他们洗白吗 美国救援计划确实提供了经济援助 但同时也让美国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 这难道是爱因斯坦式的智慧吗 至于卡玛拉哈里斯 他的司法改革虽然有些成就 但他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的表现 却是一塌糊涂 他被委派处理南部边境危机 可至今他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吗 他的这些表现 应该让他成为林肯在世吗 恐怕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吧 谢琪琪 你的批评确实激烈 但让我们客观一些 每一位领导人都有他们的缺点和挑战 拜登总统的政策无疑有其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政策 帮助了许多美国人重新站了起来 卡玛拉哈里斯在处理边境问题上 确实面临挑战 但这个问题是多层次和复杂的 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一个人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林肯 也曾面临过无数的挑战和批评 但他们的贡献依然不容忽视 也许我们应该给这些现代领导人 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证明自己 楚天说 你的辩护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当然 每个领导人都有挑战 但问题是 他们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拜登和哈里斯的表现 让人很难对他们有信心 媒体把他们描绘成伟大的科学家和领袖 这只是包装和宣传而已 真正的问题还是他们能否真正领导国家 走向繁荣和稳定 现在看来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远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